纵观整个华语乐坛 大部分歌手一年可能出一两首新歌 其中还不乏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 仿佛就像快餐一样 为了图快 想尽了各种办法来糊弄歌迷 制造出来的单曲 更是禁不住网友们的推敲 可谓难听到了极限 可国宝级歌手全能担当周深完全不同 有网友简单统计了一下 光在2022年的上半年 周深的行程就足以吊打 大半个娱乐圈的艺人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整个行程表 前后参加三档大型综艺节目 为歌迷奉献了数十个精彩舞台 发表了17首高质量单曲 既有产量又有质量 不声不响地还开了一场1.4亿人 同时在线上观看的演唱会 同样都是音乐人 但周深的敬业态度 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比较 毫不夸张地说 周深目前在乐坛中的地位 所有流量歌手都望尘莫及 话说到这儿 可能会有营销号认为 我是在捧杀周深 不往远了说 就拿最近一段时间周深的战绩 就足以打脸所有看不起周深的人 大众电影百花奖上 周深压轴献唱了《红湖水浪打浪》 央视七夕晚会 演唱金曲如愿 两次大型晚会让周深再次圈粉无数 8月13号 又参加了央视的另一档音宗 夏日歌会 一刻都没闲着 紧接着又出现在了 2022微博电影之夜的舞台上 这还不算王者荣耀直播 跟填梗音乐会 作为一名周深的歌迷 不禁感慨 能够听上这么优秀的歌手 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每当我们还沉浸在周深上一个名场面 或者音乐作品时 他就会带着全新的作品向我们迎面走来 每次都能带来满满的惊喜和震撼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这句话用在周深的身上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8月17号 在没有任何过分宣传的前提下 向光而行震撼上线 该曲目是周深为励志节目 《这十年追光者》 倾情献唱的一首佳作 同时也是8月份里的第三首精品 用歌声来致敬奋斗者 唱出了很多小人物的新声 歌词简单一点 句句都充满了正能量 官方MV发布没多久后 微博热词 周深新歌致敬奋斗者 就冲上了微博热搜 霸榜第一 数据显示 单人阅读量为431.5万 除了主持人 新浪音乐人 数十家音乐官媒 频频转发 可见周深的影响力 有多强大了 一出手就是一张王炸 相信 不少歌迷跟我一样 听完这首《向光而行》后 瞬间响起了周深的 另一首金曲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这首歌是周深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演唱的OSD主题歌 当时因为周深的加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之所以把这两首歌拿出来比较 原因很简单 虽然新歌《向光而行》 致敬的是当代奋斗者 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则主要围绕主线剧情 通过周深天籁般的歌声 来传达亲情 以及陪伴的重要性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典型的高质量治愈佳作 在腾讯音乐《游你榜》中 成功拿下了96分 刷新了全网剧集OST的最高记录 除此之外 还在影视金曲榜内地榜上 拿到了双榜冠军 就连央视的打歌中心 都频繁转发这首单曲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歌的发行时间 同样是在8月17号 不得不说周深太走心了 似乎每首金曲 在歌迷眼中都能成为 一系列的梦幻联动 而在8月18号 刚刚落下帷幕的 浙江卫视818晚会中 周深再次殿堂级唱功 其实早在晚会未上线前 官宣完参演嘉宾阵容时 周深的名字就拉满了 全网观众的期待值 有一说一 今年周深把大部分时间 都贡献给了浙江卫视 前有天籁的声音3 后有励志真人秀奔跑吧10 握住周深死死不放 真正找到了流量密码 毕竟哪里有周深 哪里就会锁定全网观众的眼球 要知道 在这之前 浙江台的口碑褒贬不一 不是因为抄袭翻车 就是被曝区别对待明星艺人 可在周深加持之下 两档节目分别斩获了 多个收视冠军 甚至比内娱 综艺天花版芒果台更胜一筹 这次举办的818晚会 众星云集 堪称神仙打架 差不多把半个娱乐圈 都请了过来 分别有北京大妞 关小彤 李荣浩 摇滚人梁龙 女唱将张碧晨 顶流蔡徐坤 港月骄傲李克勤 以及国宝级歌手周深等人 超过一半以上的实力派歌手 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该说不说 浙江台的营销套路 确实太绝了 未上线前 故意把周深跟李克勤的名字 排到了一起 不经意间营造了一个假象 导致不少路人都以为 秦深深组合会再续经典 由此一来 浙江台不仅拥有了全网最高的热度 还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 但事实证明 部分歌手有合作舞台 但并没有跟周深合作的名场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秦深深组合 是在《我们的歌》这档节目中产生的 从浙江台以往的做事风格来看 它是不会炒别家音宗CP的 热度可以蹭 但绝不会给其他综艺 再次冲上热搜的机会 周深带来的舞台作品 是为紫禁城大型纪录片演唱的光亮 穿了一件浅蓝色晚礼服 搭配黑色长裤 显得帅气十足 还没等真正开嗓 台下就响起了歌迷们的阵阵尖叫声 隔着屏幕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随着前奏的推进 周深独具一格的《天爱之音》惊艳全场 与往常一样 一个人hold住了整个现场 站在舞台上的周深 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星 拍摄亮光MV时 唱响整个四九成 这次重新演绎 惊艳了整个浙江 没有花里胡哨的炫技 只有诚意满满的真情流露 大屏幕上还出现了很多故宫中的名场面 难怪不少北京土著都说 尽管周深不是北京人 但在北京人眼里 他就是北京城的骄傲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 不禁令人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尤其是戏腔断落 将整个舞台氛围都烘托到了极致 让人梦回老北京 紧接着就是一段高音输出 很多观众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因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就是国宝级歌手 周深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 晚会结束 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 出现了很多泛拍版的个人舞台视频 强大的共情力 比官方发布的舞台视频更能征服观众 而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 周深再次彰显高情商 不止一次跟歌迷打招呼 毫无偶像包袱 与主持人互动时 脸上挂满了笑容 一句废话都没有 还为奔跑吧时 又一次创造了节目热度 恰到好处地把奔跑吧时 跟光亮结合到了一起 因为在他眼中 该节目跟自己的单曲光亮 都承载了满满的正能量 团魂永在 鼓励所有年轻人努力前行 就目前的数据情况来看 周深的这首光亮 无疑是818整场晚会上的 一个最佳舞台 没有之一 热搜周深818晚会光亮舞台 阅读量破了2000万 单视频点击率 更是数以亿计 截止到8月19号 周深内剪全网 你的样子 追赶春天的人 后来没有你 万里挑一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田耿五月峰 向光而行 在综艺新歌榜中 稳居第一 另一首于晴 则是拿下了周榜冠军 斩获三大榜单冠军 实至名归 总而言之 周深才是当代年轻人 时刻都应该关注的 一位优质偶像 在他身上 有太多数不清的优点了 不知道大家都对 偶像周深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在这边